我就把它先删掉一下 我要接它的话是用从WAVE 但如果CSV 假设这个 这个是CSV 如果CSV的话是从文字档 最大的差别是这两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进去大概都差不多 录制的方法这个是从WAVE 然后我们就把它接下来之后 其他动作都差不多 那就把资料从网路上抓下 我刚刚已经两个都写完了 然后程式前面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用录制的 所以录下来主要是Wiz 到Wiz 这一段 OK 然后CSV 只有一个清除 然后Wiz 后面其实它本来是UR 它变成Test 然后后面一样是一个什么 一个这个网址 当然未来 它这个后面除了可以给一个网址之外 也可以给你 电脑里面的某一个路径 也可以开某一个路径 就是如果你已经下载到电脑里面的某个位置 你也可以C冒号斜线 AAA斜线 AAA.CSV 也一样可以 它一样可以开得起来 OK 其他这个都没有改 OK 其实可能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它应该是关键的地方应该是这个array AAA好像就是都要的意思 1跟9 好像9好像是隐藏不要 OK 这个也许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用那个资料 这个跟资料剖析那个问题有点像 好 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 这个第一个是用网页的 所以网页比较麻烦 最后还要再删掉第一栏 第一列删掉A栏 然后自动调栏宽 就有乳费去 另外它的效率真的比较差 我刚刚有真的实际上就是做一下那个比对 资料更新这边做一个按钮 按一下 你会发现大概我刚刚算了 大概速度差不多要17秒钟 还没下来 我大概算了 其实应该可以加个计时器 只是我觉得程式加是没什么困难 但是我觉得好像没必要 反正大概知道就可以 大概十来秒 我刚刚算了17秒 那如果用CSV的话 更新有没有 按下去 1 2 3 3秒钟 OK 所以两者比较之下 CSV就大大的胜出了 所以以后的话 假设你们要把资料跟别人共用的话 应该就知道方案了 所以我们 你不想应该是 我给你 我给你 您担心一下